來看的在地方面消息 華連的京鳳在 獵毒品 正以外在一個嫌犯的車頂 超出保養的動物 蘭莉的難品 問過之後這個嫌犯者聲明說 因為這個蘭莉算作是中有在 而且價值這麼高 所以台蘭莉就是主意要賣現金 不過這已經是違反了 京鳳順路經過華連市 上海貴跟南京貴 外面發現一台文色的車 為貴庭在後面 去查發現車頂這個女人 不然是沒看水晶看起來又吃緊張 沒有立場對發現特殊 還有一包蘭莉的難品 野生動物保育法 移送花蓮禮 地檢署正辦 憲端說這隻蘭莉是他都台 因為蘭莉的難品是 中有在 要拿去換現金買特殊 不過已經有違反 也像動物保有違反 如果你沒有進過合法去申請 來這個宅殺跟獵捕的話 最高的是判處這個六個月以上 跟五年以下的有期讀刑 那得病科罰金是三十萬到一百十萬的罰金 民間農團說 如果你的難品多少分料吃下去 可以瘦淨百度 在歐市一公斤 會不會到四萬到五萬塊 在這幾年中國因為 抓過頭 如果你已經作證 包括在是臺灣造輸過去 介紹國家館 中醫師說偏方不能亂吃 也不會的肚子疼 跟關公靈一想 記者總好不讀